共产党在中国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不大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 今天为你介绍 风暴袭来 天下大乱 1966年8月5号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赞扬北京大学造访派聂元子等七个人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一张大字报 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指责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中共领导人 实行私产阶级专政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实行白色恐怖 聂元子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指责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领导压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 不让群众起来造反 当时的中国人 现在大都不记得当时聂元子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什么内容 对他的内容也并不那么感兴趣 不过人们清楚的记得 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实际上为人们向当权派造反 敞开了大门 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分俗旧习惯 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 力求达到他们 1966年8月8号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 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个当年通过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向全国播出的所谓十六条 向人们指明了 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 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 我们的目的是 斗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改革教育 改革文艺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 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 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 本来刘少奇在知道初期文革的时候 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 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 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 对这些只字不提 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 镇压学生运动 在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 刘少奇尽管还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还是中国国家主席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16条的发表标志着刘少奇领导文革的终结 毛泽东亲自挂帅的开始 1966年7月28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 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 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 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 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 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 主张造反有理 二十多年以后 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 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 8月1号 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赴信 表示坚决支持对反东派造反有理 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 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 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 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 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城楼上下万岁生底肺 毛泽东兴奋地说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 毛泽东又连续7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 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 8次接见的总元素达到将近1200万人 毛泽东以红卫兵统帅的姿态出现 使红卫兵更加狂热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 他们在全中国展开造反运动 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 各种传单满天飞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 批判 游街羞辱和殴打 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 要消灭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和旧习惯 一切被认为是四旧 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 包括教堂和寺庙 文物古迹 书籍字画等等 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 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 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 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 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稿回忆说 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 就那些红卫兵 特别是李红卫兵 在我们这里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死兵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 在那个年代 磁空见惯 19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 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 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的一空 地都挖了三尺 但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证词 一些所谓的低腹反坏幼的子女 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所以他的帽子就被抓下来了 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英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个同事 诸身不好 他的父母是地主 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就出了一点差错 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 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 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 他这个事情很容易就牵连到他的家庭出事上面 这个同事显然的话就丧失了理智 他回到他的老家 和他的弟弟一块 到他父亲的坟墨那去 把他父亲的坟墨掘开 挖出这个父亲的丝骨 然后有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 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 发泄自己这个心中的怨恨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 美国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有勤认为 红卫兵打人 打死人的行动 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引导 鼓励和支持 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 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 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 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什么开刀的意思 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 中国人也是知道的 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 是真的 就是杀人见血的 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地告诉大家 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当年支持这种行为吗 1966年8月5号下午 北京第一个受难者变中云被打死以后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 当天傍晚就向北京市当时的第二负责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 当天晚上 北京市委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 而且跟这个被打死的校长的丈夫谈了话 实际上在南京 在8月3号 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静怡和他的丈夫 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吴天使已经被打死了 江苏当时的省委书记江卫青的自传里边 叫《七十年的真诚》吧 他写得明明白白 他说他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情 说他们那已经有两个人被打死了 那么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说别打了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 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有这个十大女傅中的副校长辩中云和北京101中学的 一个美术教员叫陈宝坤 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 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这个红卫兵负责人 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然后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宋冰冰 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冰冰的冰 他说是 然后毛泽东说药物 这段话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 然后两天以后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然后下边的署名宋药物 括号宋冰冰 就在818的第二天 就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的舞台上 就毒打了一批北京的校长 然后8月下旬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死人 你看见数字的时候是直线上升 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 最多的一天可能是300人的样子 各地的学生红卫兵还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 把文革之火烧到中国每一个角落 一些工人农民的造反组织就是他们直接发动组织起来的 当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潘国平 回忆起这个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时的情况说 在北京红卫兵组织联织帮的帮助下 这都善事的他们串联跟组织下就成立了公众司 其实成立公众司的时候说老实话那时候真可怜 就是20多个人啊 坐在会上 这个再说是怎么办 当初习车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 说开个会 想听听那个你们上海工人的这个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后来红卫兵就说了 那个特别就是我记得就是那个包炮中央美食学院的 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和红卫兵干什么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你们自己成立个造反组织嘛 就这样就想起了成立组织就成立个上海共同事 本来中共的16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 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 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 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随着造反运动的展开 城市和乡村各界也纷纷组成各种造反组织 起来造各级官员的反 而各级官员也动员自己的亲信组织起来 也号称是要造反 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便出现了各地造反派和所谓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 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 鹰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 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 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 1967年1月23日 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并且表示 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 在美国的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离开了毛泽东号召造反 搞不起来的 任何一个群众自反的造反 很快就会为他强大的国家机器 给立刻镇压下去 因为毛泽东是皇帝号召造反 所以他那个国家机器就不敢动 那结果才有造反派把弓简发给摧毁了 才有造反派敢于冲击军队的大院 敢于抢武器 这个是因为天子号召造反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 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 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 率先全面夺起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 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 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 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 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 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 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 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 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革命群众代表组成 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就是这一时期 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 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 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攻减让 革命是暴力 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 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缩标等原始武器 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 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 老家在重庆的美国海波音特大学教授邓鹏回忆说 文革清洁的武斗 我们老家是重庆的 重庆的武斗是全国文明的 两派一打起来的话 整个社会生活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榴弹打死了 还有房屋也在武斗中被毁坏了 民不聊生 有一天武斗老过后 我回到我们家里面一看 我一看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弹孔 被那种机关枪机关炮的打穿了的 幸好呢 机关炮的弹头呢 把那个隐形给取掉的 所以没有爆炸 这样的防热 上面被打了很多洞 但是呢没有被炸掉 非常惨的 那时候我到初中的一个班上的同学 他们寝室里面去 一看那个寝室里面呢 就是一走进他们的寝室 就看见呢 墙上挂的好像是冲锋枪 床边上挂的这个手枪 左者们放的是机关枪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持左派的行动 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 到了1968年9月5号 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 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 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 试图恢复秩序 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被定为叛徒 内奸 攻贼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 中共八戒十二中全会上 被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 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 特务 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 97名中央委员中 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 还不到半数 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 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 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 已经达到了 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 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 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首 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才是刚刚开始的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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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